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先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防预算的请求 尽管美国海军声称需要大规模的紧急变革 来应对中国崛起的军事挑战 但是美国海军最近四年的预算请求 只提出了十度的变革 对这种现状 美国岩石上的战争网站 6月30号发表了安全专家的文章 说这个不是一个或几个国防预算的问题 标志着美国海军的战略已经破产了 这篇文章总结了美国海军的战略破产的几个标志 或者说是战略破产的陈因 是什么呢 一是缺乏共识 虽然美国国防界大多同意中国是个挑战 但是对于中国构成何种威胁 或者是冲突的风险何时最为严重 各方就没有共识 有些人认为台海战争迫在眉睫 另一些人认为5至10年后 美国最为脆弱 爆发战争的风险最大 因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速度很快 美国海军舰队的年龄也越来越大 还有一些人最担心中国的人工智能 或量子计算方面的投资 可能会让中国在长期的军事技术竞争中超越美国 第二缺乏共同的愿景 正因为对未来的预测缺乏共识 美国过方势力无法形成一个对军事建设一致的规划意见 专注于近期竞争的人 倾向于优先考虑建设一个大型的高度完备的舰队 以便在像中国南海这样的关键海域维持海军的力量 担心未来5到10年常规战争的人 那就宁愿牺牲一些近期的准备和能力 要建立一支能够赢得未来冲突的部队 这些争吵导致美国海军在过去30年里面 发布了无数的30年造船计划 但没有一个计划接近实现 三是缺乏选择 美国海军几乎没有可信的短期选择来调整舰队的结构 自从下一代形象舰计划被取消以后 美国海军多年来一直在试图退役老化的提康德罗加级形象舰 但是没有合适的替代品 无人水面舰艇提供了一种在合理预算限制范围内 提高海军能力的方法 但目前的舰艇还不成熟 更严重的是美国的造船厂也没有足够的能力 来快速调整船队的结构 或是维持更大的船队 美军这些问题产生的核心在于中国的快速崛起 尤其是最近10年军事舰势的突飞猛进 彻底的打烂了美国海军在20年前的战略部署 在20年前 美国海军的战略很清晰 当时的战略环境是苏联解体 俄罗斯的军力大幅度的下滑 已经无力挑战美军 而中国尚未崛起 海军装备相当落后 更无力在大洋上与美国海军相对抗 因此美国海军除了维持当时庞大的舰队以外 对未来的规划就是什么呢 就是建造朱姆沃尔特级的和海滨战斗舰这样的战舰 在敌方沿海家门口对敌方内陆的目标进行打击 并且封锁敌方的海岸 这个朱姆沃尔特级的防空能力很一般 它依靠隐身能力在较弱的对手的眼皮下获得较强的深层能力 而滨海战斗舰的火力更是薄弱 唯一的优点就是速度快 美国海军这个战略在中国军力迅速崛起 不但获得了近海的绝对控制权 而且对第二岛链甚至更深的西台北洋地区的海面 和岸上目标都具备了精确打击能力之后 就完全破产了 最后导致朱姆沃尔特级仅生产三艘 而这个滨海战斗舰虽然在国会势力的逼迫下 仍然在生产 但制造服役的四艘已经退役了 被广泛的批评为无用而昂贵的白相 可以预计 随着中国十四五计划军事建设的进一步增强 美金的这种战略混乱还将继续下去 这对我们是好事 好 下期节目再见